电影《变身男女》在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导演李奇主演林志颖和姚迪出席活动 姚迪在近组拍摄第一场戏时就不慎受伤 更带着脚伤登山 让林志颖大赞其敬意精神 而她也默契十足地回赞林志颖十分贴心 给予自己许多帮助 今天下午第一次碰到明镜 看她脚坐着想怎么办 而且接下来是要爬那个山 那是什么山 保树山 很高很高的山 而且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慢慢爬上去 然后呢她还是坚持的一步一步走上去 当天受伤 小区特别的好 其实她不管从拍戏的时候还是生活中 她有时候都会给予我很多的帮助 包括我脚受伤了 然后她就拿什么人工皮啊 穿可贴啊 她总是在用它 因为她在车她懂很多 受伤的 然后用什么东西 然后她总是在提供她的那些 不藏的东西再给我 然后拍戏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 我说 哎 我说这个 她说 哎 你这不对 她说男孩肯定不会说 这么指人的 她说男孩 她说这样一指一看就男的 女的 她说男的一般就是这样子 就是 所以她有时候会告诉你 而不是说那种就是看我就算了 那样的 影片中林志颖摇底灵魂互换 林志颖要演出男儿生女儿心的感觉 而她也因此爆出自己童年被误认为是个女孩子的趣事 因为我从小就常常被人家误认为是女孩子 因为我以前是那种 那种 应该是那种 那种西瓜 西瓜头 西瓜头 然后呢 常常被误认为是女孩子 然后到了男生上厕所去 去 那时候还小 小姐我忘了 去上厕所 说妹妹你躲错地方了 我就 我是弟弟不是妹妹 这样子 所以后来 后来一气之下 立刻剪平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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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